好,那首先呢,我現在有一個簡單的場景 就只做了一些小物件 然後這樣的一個形態 好,那我們平常如果直接把它打光呢 就是我們上次之前講的,如果你就直接 比方說我現在模擬陽光 那就來一個target director 這樣子打下來 好,那 設定一下陽光是比較強的 ray trace的影子 然後它現在照明範圍不夠 所以把它開大一點 好,那正90度照起來不好看 所以我們把它放旁邊一點 好,那我對所有場景物件呢 都給一顆灰色的材質就好 然後指定過去 好,那這個時候呢 按一下機關掉地面的隔點 好,然後 然後 F10 開一下Render Setup 好,那設定一下 通常我們現在大概 現在將來同學輸出大概都是 至少1920,1080 好,那我們現在Render我就算這個畫面 1280720的大小就好 按Render 好,那 好像應該再拉遠一點點 好,那這邊呢 你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你現在我算出來的 跟畫面看到的 好像 上下的位置不太一樣 就這邊有看到茶壺的底部 這邊圖上 沒有 好,那是因為呢 呃,這個畫面不是你算圖的尺寸 這畫面是可以調的 受到這個的影響 所以你如果要確定這個畫面 就是你算圖的範圍 好,要按一下Shift F Shift F 就是這一個 Perspective這個 標籤拉下來這個 安全框啟動 這個才是真正Render的範圍 所以我要再調一下 我要看到大概這個樣子 好,那 F9 快速算圖 好 好 那 呃,有 陽光 ray trace影子很銳利 可是 然後因為只有一盞燈 這一邊就全黑 因為我們講過這個 不是真實世界的 呃,光線的反應 不會有反射光 好 那Skylight做的事情呢 就是模擬這個燈 模擬空 有一個大氣層的存在 所以你點一下 就會出現一個半球 的形狀 這是一盞燈 燈的亮度一樣在這邊控制 好 然後天空的顏色 它其實這裡 其實有點淡然啦 不過現在在螢幕上看不出來 好 那你也可以把它設定在你環境的顏色 好 設定在環境的顏色 意思就是 Rendering Environment 好 環境的顏色 好 你的環境的顏色是可以設定的 就這張是你的貼圖嘛 它也可以用貼圖 也可以用 呃,你自己定義這個顏色 好 就是 當然你定義以後背景就會變色啦 好 OK 那我現在先不敢 然後直接再按一次Render 好 然後 你發現的是 它就是變很亮而已 好像也沒有得到 比較好的效果 好 因為 Skylight 不是這樣就直接啟動 它不是直接開了一個燈就能用的 好 這一顆 這個東西不是直接開了燈就能用 你看那個燈以後要多一個選 多一個操作 好 在Rendering Light Tracer 這一個 點進去 好 然後 要確定這個地方在Light Tracer啟動 好 Advanced lighting的Light Tracer要啟動 當然你如果不從這個啟動 你也可以再開 其實這個就是這個視窗 好 就再開Render設定視窗啟動它 這個東西必須 人工確認它啟動以後 Render 這個 速度會變慢 它速度就會降下來 然後你會得到 很柔和的光影 好 包含 類似ambient occlusion的作用效果 就會得到這種柔和的影子 那 因為現在電腦速度夠快 所以其實呢 這個這樣子就有什麼用途了 我做一次操作給大家看 因為未來核應該不太會用到這個部分 好 就是我可以選擇 輸出元素 通常啦 通常我們的做法還不需要做到這麼複雜 通常這種東西我們的做法只要這麼做就好了 就是 把材質改成白色 好 材質改成白色 反光也是白色 但是這個物件完全不反光 的狀態下 這樣去算圖 好 那這樣會算成什麼東西呢 其實它就只是算出一個 我應該把背景弄成白色會比較明顯一點 好沒關係 因為現在這一張就只有黑白 現在這張只有黑白 就是影子 跟ambulcution跟 背景 所以呢 其實還可以再區分 就是再把主燈關掉 你再把主燈關掉 好 那我不想改畫面的位置 所以我們開一個功能出來 tool lightlist 燈光的開 列表 那個 這是太陽光 那就先把它關掉 off 好 太陽光先關掉off 再算圖 剩下天光在作用 skylight在作用 那我會得到一個這樣子的 就是只有均勻影子的東西 那天光 那個 陽光的那個 陽光的影子的東西 所以 你會得到兩張 你把這個當做alva來看的話 應該就可以了解 你去photoshop裡面 這個茶壺是藍色 這茶壺是綠色 地板是有 紋理 那但是沒有影子 好 把這張往上做multiply 看起來就是影子 好 這是合成的概念 就我們可以 所以當然也可以從 rendering 這個面板裡面 它跑哪去 這裡 好 Render Element裡面去選擇 我算的時候 我要算alpha 不過alpha本來就有 這次它會再另外幫你存檔 然後我也可以算大氣層 我可以算背景這張圖是什麼 你如果算算算 我可以算打光是什麼 就是光 亮的地方會算出來 可以帶顏色 如果你是有顏色的 如果你是有顏色的 那我也可以算 影子 好 那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可以在photoshop 那個AE裡面合的時候呢 好 對 只對單一個項目做特別的處理 比方說我事後才覺得 所有的光線要再黃一點 那我不用重算 只要對light lighting這一張做處理 我所有的陰影都要帶藍色 那也沒有關係 我只要去shadow的那一層 黑白灰接圖 再幫它加一個藍色的疊合上去 然後再multiply合到圖上 就出來了 那這個是 呃 視覺合成一定會做的事情 好 所以不只這個東西 所以 呃 如果是還沒有用到 阿諾或者是art的時候 因為阿諾跟art不支援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功能是 呃 舊的scanlight可以支援 但是到阿諾 那個就不能吃 然後 底下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好 底下這裡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是 呃 會輸出給一個 但這個東西先講一下 這東西你不用理它了 因為 這個軟體已經不存在了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Autodesk一直沒把它拿掉 Combustion是 大概將近10年前的軟體了 那 我不曉得Autodesk為什麼還保留它在這邊 那 雖然它可以存 呃 它專用的檔案了 好 那這不管 你就把這個當作沒看見 那只要記得 呃 如果你現在想要做一張靜態圖很漂亮 在Photoshop裡面可以合成的 那你就要輸出很多東西 例如 Zdips應該也要輸出 好 Z軸深度 這張出去的話 你就可以在Photoshop裡面或AE裡面 調景深 我要這個清楚 啊不是 出去就 對 可以在裡面調景深 哪一個位置是清楚的 甚至於 呃 大氣也可以輸出 就是霧氣 霧氣加Zdips合起來 我還可以改變霧的深度跟霧的顏色 這是 呃 當你使用這種方式去輸出的時候 那有一個更特別的就是 這個我很少看到有同學會去輸出的 加速度 好 加速度 呃 它可以做到就是 你可以事後才對那個 物件做Motion Blur 動態模糊 而且強弱可以調整 好 那 如果是做 那個高階一點的動畫 就一定會做這樣的處理 不過我們大部分同學的作品 大概就是直接只做比較簡單的 輸出 然後頂多會使用到 Alpha 好 OK 那這個是天光 大概說明一下 天光主要要注意的就是 記得 放了天光以後要去 Light Tracer這裡 確認一下Active 好 如果它不是Active 算起來是不一樣的狀態 那 天光的強度 你可以把它調降 調降通常會 是你要適度的去做調整 也可以適度的稍微給一點點 顏色 這個藍色真的好不明顯 這螢幕的那個 色澤好 好不明顯 好 那它就會染上這個顏色整個場景 然後把天光強度調亮 那個黑黑的地方也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所以 燭光再打開的話 好 你就會得到 比較像是正常的陽光底下 好 然後陰暗面是那個大氣 藍色的天空 好 好 的光線結果 當然這整體還要再調整一下 因為 其實 這裡面還是有 不對的地方 就這樣算起來已經還OK了 但是還是有不對的地方 因為這個茶壺這一面是不是受到光線照射 它應該要反射到這裡 這邊的地面都有受到光線照射 應該會反射到這個地方 會帶亮度 但是 就是 那個就要啟動阿怒或阿的Render了 這個 使用Scanline 加上Skyline 大概就到這個Label 好 當然你可以手動再調得更細緻一點點 但如果只是簡單的把功能啟動 大概就這樣 就大部分同學的動畫需求來講 其實已經夠了 好 就是 只要Skyline開下去 就一定粉粉嫩嫩的 質感會在表面上出現 那就記得 開啟各種 各種不成的圖層去做 變化 那你的畫面就會更 好看一點點 好 給它一點點顏色 不是這個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 記得材質要Double Click點到 不能直接碰一下就好了 好 那其實這個顏色這件事情 也不需要在這裡上材質 如果你要用剛剛那個合成的方式的話 其實 其實 還可以再輸出一個東西叫做物件ID 或者材質ID 那 這個東西模型上面我上次有提到 好 好 因為開了這個面板跟同學講說可Render 可以產生影子 這個叫GbubberID 你也可以為它做每一個都做一個設定 OK 然後這裡再設一個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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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像這樣子 但是 能幹嘛 因為 我這樣 我應該還是要執行一次Render Element給同學看 把UPGEOID算進來 Z軸深度算進來 UPGEOID加 ZDIPS加 ZDIPS加 好 這兩個 就這兩個比較有趣 在這畫面上面比較有意義 所以我加這兩個進來給同學看 好 好啦 陰影也順便加一下 Shadow 好 但是不是這樣就算了 每一個你都要告訴它存到哪裡去 叫什麼名字 好 那我現在都簡單 因為這隻暫時 讓同學了解一下 這個東西你 知道就好 其實真的 我的意思是知道就好 因為未來不一定會用到 那 未來要用的時候 你知道 再去看 再去研究要怎麼用 再去問老師 大概都會知道 其實應該輸出TGA比較漂亮說 好 Shadow 簡單取名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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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它就會開始多算別的資料 好 出來了 這是影子 因為 就是這個物件上帶有的影子 那這張是拿去合的 好 先不管 然後 然後 這張就是Z軸深度 好 那你可以想像 拿這張去Photoshop 當AVA 就 只是當作 那個 Layer Mask 就好了 然後你去下模糊的時候 就可以確定 現在你要下在哪邊 通常這裡一定比較不模糊 遠方的受到影響力就比較強 或者把它反過來 前景是模糊的 遠景是清晰的 這就變可 可調的 那個Lens Blur 鏡頭的模糊 Focus失焦的效果 好 然後 另外一張到哪去了 這裡 不是 還有一張跑哪去了 到這裡 來 Object ID 沒有射的話都是1 那 你看到這個 又是AVA 又是遮罩 我在Photoshop裡面選紅色為遮罩 或 那個 AE裡面選這個為遮罩 我是不是就可以對這個茶壺換射 好 我選這個為遮罩 我就可以把地板換射 不過 它的那個輸出少一個資訊就是 我看一下有沒有 沒有 因為有一個資訊有 你就甚至於可以做到換貼圖 它有沒有UV的資訊 沒有 因為UV的資訊就是剛剛那個 這個 最底下這個 這個東西是有 這個東西的檔案格式是有 UV的資訊 就是 你的那個圓柱怎麼貼 茶壺怎麼貼貼圖 你的角色怎麼貼貼圖 UV資訊會跟出去 那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事後換貼圖 那個是 要用這個別的更高階的軟體跟 更複雜的頻道 好 不過現在統一先有個概念就是 Scanline是可以做到很專業 只是呢 你要動的東西非常多 除了你的原本打光 就要符合 比方說我現在是戶外環境 當然是要打個太陽光 然後我要用天光去照明輔助的部分 那但是那個地面反射回來的光線 那個做不到 那個部分就可能要手動去調整 但是除此之外 所有的東西 畫面上所看到的所有資訊 都可以變成單一的圖出去 那在事後的去 After Effects或其他的合成軟體裡面 拼湊成一張完整你的畫面 這是你要建立的這個觀念 不是說不要嫌麻煩 好